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朋友 晚安 我是菲英 今天是情人節後隔一天 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今天同時也是義大利的單身節 那我們今天一樣走一個不露臉的路線 那我今天要拍的主題就是 為什麼情人節後特別容易分手呢 會想到這個主題除了因為 今天是義大利的單身節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在情人節前告白 那他成功並且成功交往了 結果他今天跟我說他被甩了 我就非常好奇 這個狀況是只有他有呢 還是全世界都有呢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沒想到全世界都有這個狀況啊 尤其是在情人節還有聖誕節分手率特別的高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產生呢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在心理學中可以利用佛洛伊德的自我防衛機制 來講這個就是一種心理投射 所謂投射就是指你將自己不能接受衝動欲望 觀念歸因在他人身上 就是把我想像中的你放在你身上 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簡單地說就是我想像你是不愛我的 所以不管你做什麼 我都覺得你不是愛我的 那資深的心理諮詢師傅立軍老師曾經說過 婚姻就是一個巨大的投射場 這就好比過聖誕節 聖誕節是一種節日 大家都去買了禮物 來表示對他愛人的心意 那麼作為愛我的人來說 他應該要買一個禮物送我 這樣才是愛我的 證明他是在乎我 如果他不買禮物給我 那就表示他不在乎我了 對我不上心 這樣後我還不如分開好了 因為他無法接受 雖然他過節不買禮物送我 但他仍然是愛我這種行為 他又開始無端地揣測對方 認為男朋友不送禮物給我 一定是不愛我了 那這種想法就會開始出現啦 這種以偏概全的想法 是一個人內心認知失調表現 具體表現在 他會把不相關的事情 全部聯繫在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上 實際上這種要求是 非常無理取鬧的行為 這邊講的可能比較複雜點 但沒關係 我們後面舉個例 即使就是說 平時對方可能 平時都買些禮物送給他 但只要節日不買禮物 也會認為他是不愛自己的 所以每到情人節 或聖誕節這些節日 女孩們總是會期待著 另一半的特殊關注 比平時多幾倍甜言蜜語 和有意義的禮物 所以在過節背景下 很多人就會放大自己心理的缺陷 從而造成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 那這樣發展下去 自然就會出現分手的bad ending 這邊我們也準備了一些數據 來給大家看看 所以 所以從這些數據你可以看到 不好到底發現 佳節前夕也是一波分手潮 情人節分手可能不是什麼新鮮事 因為情人節本身就是一個 讓情侶本身審視的時機 當你苦耀苦思為對方準備什麼禮物 選哪間餐廳 在這個需要投放與付出的時間點上 會就會開始讓你反思這個人 是否只能你去投資下去 這是為什麼情人節特別多人分手的原因 但是分手不限定在情人節 所以我們接下來聊聊 請你分手的幾個常見原因 那我個人整理出的下面幾個原因 大概有四個 首先第一個 熱戀過後激情退散 很多人一開始愛的死去活來 那邊曬恩愛曬恩愛 然後親一個親一個 那這種轟轟烈烈的愛 在兩人激情過後就會開始消代 那相互之間彼此的吸引力 都會開始下降 中心人的有一首歌叫做熱戀過後 有一句歌詞我覺得說的超棒的 有些愛轟轟烈烈不如平凡 再美烈的煙火 只是一瞬間猜爛 喔這個歌詞超beautiful對吧 在女生看來 把他搞到手之後就不如以往 對他那麼用心 那物質感情投入也會比 在之前激情的時候變少 那感情走向大幅度淡化幾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那這個也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的愛情三個元素就是親密激情承諾 走到這三個元素 我們走到承諾是一定會出現 那那時候自然感情就會淡化 那當你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淡化走向不好的結局 就是非常常見的 第二個是感情趨於平靜 開始對比 平衡得失 在熱戀階階段 不要來衝昏投入我們 看對方什麼都是好的 什麼矮錯窮 那個很窮沒關係 那些都會被愛情蒙蔽 那不管怎樣他都是好的 對方說什麼話都像是情話 勾得你身份顛倒 但是健康的長期戀愛 往往都是平衡的 當一個人覺得關係失去了平衡 這段感情就開始出現裂痕 比如說在追求的階段 你一直在付出 為了得到他 甚至你要做一些你自己不喜歡的事 那在追到手之後 為了表現自己是愛他的 就會開始仍然會謙然一堆時間 那你此時的內心 已經開始存在不滿的情緒 所以這女朋友的韌性 和壞脾氣慢慢的積累 所以至於到另一半 無法忍受的時候 你就開始不再束縛自己情緒 吵架啦 冷戰之類就開始了 那在對方看來 他就會認為說 之前他認為的平衡關係 已經不見了 可能已經被打破 他就認為 你怎麼突然間就變了 為什麼你不愛我 這種事情就出現了 然後就會再把理想的男朋友 投射在你身上 那現實中的人在猶豫 一定都比不上想像的 那這個加成約打 就往往在接觸現實的時候 反彈也會更多 那就很容易分手啦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 失去信任 溝通有愛 高質量的性命關係 是需要高度性能的 如果一方覺得自己 受到嚴重的欺騙 而且次數很多 又是另一方覺得 一方不靠譜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你說一套做一套 就知道平衡就是一直紅啊 欺騙啊這種狀況 那這種狀況下 久了 兩人的關係基本上就 bad ending啊 我們就分手吧 另外就是 在戀人價值觀上 有關鍵差異的時候 也很容易導致 他們兩個很容易分手 這可能導致的情況就是 一方想要頻繁討論的話題 那另一方不感興趣 或是一方想要一起做的事情 另一方不想參與 或者勉強應對 那沒有有效的溝通 長期下去就是非常難維繫的 那移動的關係 即使有危機 有高質量的溝通 往往還有很大機會可以變好 反過來說 在幾乎所有的關係 來破裂的案例中 糟糕的溝通 就是推動破裂的重要因素 所以一定要有好的溝通 如果你現在已經面臨一個 吵架階段 請先靜下來 跟你的另一半做一個好的溝通 那這樣你才有機會可以 回到正面的 OK 那第四個 是我們的自身和家庭原因 另外始於追求 所以你在得到對方後 然後又會開始有新的追求 可能你會希望得到更多關鍵 或是你有一個在整場的時候 在校園時你可能會對戀人而需要 是希望大家是一起開心的 但逐漸的是更多希望伴侶對自己是理解 可以支持自己的發展 還有就是出現第三人 然後你覺得現任比前人更優秀 就出現了一個比較 又或者是家裡大人對對方非常不滿意 所造的分手 那其實都是非常常見的 尤其是家裡大人這方面 在許多連續劇或是在現實生活中 都會出現 但是我相信在目前自由戀愛這個狀況 一定是在慢慢的降低好不好 不管如何 愛情就是互相包容和磨合出來 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找出 自己喜歡的另一半 也找出自己最想要 跟另一半的相處模式 真的沒找到喜歡的也勉強自己 單身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